集中選票 翻轉苗栗 跨黨派青壯世代排排站 真心相挺 民進黨苗栗縣長候選人徐定真 他的女兒同時也是網路人氣模特兒的李維 也現身催票 苗栗真的需要改變 那十一月二十六號再拜託大家 一定要回家投票 溫暖喊話要年輕人返鄉投票 不過日前徐定真參加聯合大學講座 卻當場開嗆學生 不滿學生批評民進黨徐定真 槓上年輕世代就怕早已影響選情 會擔心啊 因為畢竟有時候會可能 網路上會只截取一兩段東西 我們可以肯定他是一個很善良正直的人 我可以想像他講話的時候的樣子 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一定是 就是有一點像是那種 真的是阿伯 就是苦口婆心 然後可能微微開玩笑的那種語氣 徐定真女兒坦言他是心直口快 沒有惡意黨內後輩也幫緩家 也是這樣的性格才有辦法出來去戰 所以他有他需要再加強的部分 可能就是說他因為過去這麼的努力拼命 所以他其實有的時候是非常的直接 他可能不夠婉轉 他不夠符合大家對於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成熟圓滑政治人物的想像 但是他絕對是誠懇踏實 他絕對是愛家鄉 愛這塊土地 立平翻轉苗栗的民進黨 在最後關頭正努力幫徐定真 和年輕人修補關係 進行黃軒劉威廷採訪報導